台北市22号 其他县市23号开始 国高中生都要施打BNT疫苗 也就是年满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都能够造册 不过有家长反映了自己孩子就读小学六年级 在接种的前几天就满12岁 却无法接种 让他很担心孩子会变成疫苗孤儿 第一波BNT疫苗即将在22或23号起 在国中及高中校园内施打 12岁到17岁的学生都在名单内 指挥中心也表示大家登记意愿非常高 不过却有家长反映 家中小六的孩子明明满12岁了 却无法再效施打 我小朋友是在98年9月1号到98年9月23号出生的小朋友 那这段时间是不在学校的照册里面 是不能施打疫苗的 那我不晓得是要到哪里登记 投诉的陈小姐表示 现在校园接种的规范是要在今年9月1日前 满12岁的国小学生 而他的孩子是在98年9月1日到9月22、23日这期间出生 到接种日当天其实已经满12岁了 但依照规范无法造册在校施打 就像是疫苗孤儿 他询问1922对方表示 得自己上预约平台去登记 虽然登记成功 但后续能否收到预约通知还不晓得 现在忧虑是可不可以直接在学校 同一跟国中生小六 就是在这段时间的小六生 他已经出12岁可不可以跟着学校的国中生 同一时间施打 对此指挥官成时中表示 目前是只规划国中跟高中校园施打 如果是符合资格的小学生 则可以上网登记 但小学内是否能规划校园集体接种 恐怕还要看人数状况而定 如果人数太少就没办法安排 学生和家长恐怕还是得请假 自己带孩子到医院去接种了 东三新闻无材嫌林玉玲在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